这周的免费插件呢 我们来看Vohala的Supermassive 特别好玩的一款插件 大家好,我是Alex 咱们今天看的这个插件呢 叫Supermassive 你可以在Vohala的网站上去免费下载 当时我把链接发在下面 从功能上来讲呢 比它那些付费的插件 看上去很简单很多 但是它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模式 每一个声音都非常非常的奇怪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延迟 或者是混响的插件 它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算法 给你特别奇怪的一些声音 还是那句话 我们先听一下 这个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声音 如果现在什么插件都不开的话 是这样的声音 如果把它开开以后就变成这样了 我这里面没有用任何其他的插件 除了用了一个均衡在线线上以外 所有的鬼都是用的Supermassive 它是一个给你做这种空间感 做这种特别宏大的这种 诡异效果的这么一个插件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的鼓 如果我不开插件的话 这个鼓是这样的声音 非常非常简单 往后听 如果把这个插件打开以后 就变成这样了 仔细听它里边有一个 的声音 非常非常有意思 我们再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的这个Pad 这个更多的是 稍微给了一点点空间感 我们把插件关上 听起来是这样的声音 很正常对吧 打开 是这样一个声音 另外一鬼呢 你会发现 我这有一轨吉他 这个吉他弹的呢 实际上比这个拍子还早 它在正拍进来的时候 它就已经开始了 但是呢 我通过这个 Supermassive呢 做了一个那种 渐进的一个效果 像是reverse的那种效果 我们先不听 我们先把插件关上 听起来就是一个 很普通单音 就一个音 一共就三个音 一共就三个音 D C 升A 就一直弹下去 但是呢 把这个插件搁上去以后呢 我用的是百分之百的mix 变成这样的声音 所以为什么我把它往前放 因为它开始的时候慢 我想让它那个 大起来的声音呢 正好在正拍上 所以我把整个音频往前放 把贝斯和鼓都放进来的话 就是这样的声音 然后呢 另外一轨电器 它是这样的声音 本身是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扫弦 我将了一点点 像合唱一样的声音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就是一个合唱的效果 那下面这个呢 是一个分解 如果没有放效果的话 听起来很普通的几个音 把这个插件放进去 最后一轨呢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 八分之一DOT的一个延迟 但是也听起来 并不是很像延迟 没有的话是这样的声音 放进去 所以这就是 所有的音鬼和 Supermassive的一个效果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插件到底是什么 因为从功能上来讲呢 看上去很简单 但是所有的秘密 都存在在这个Mode里面 我们先看功能 干湿信号混合 宽度 这个宽度-100% 那就是把你左右声道反过来 正100%呢 就是正常的左右声道的宽度 0%呢就是单声道 延迟的时间 这个我们都读解 不懂了 就是要么就是 毫秒数或者是Note 就是音符的数量 或者是Dotted 符点 Triplet等等的 它这个Warp很重要 这个Warp如果是0%的话 它就像一个标准的 延迟一样的声音 声音非常的清晰 但是如果你一旦 把它打开了以后 它会改变你 所有延迟声音之间的距离 换句话说 在很多的模式下呢 听起来更像是 一个混响的感觉 比如我们就找一个 简单的单音试一下 这样的话可能你听的 会比较清楚一些 咱们就拿这个来试吧 就一个音 所以听起来会比较容易能理解 如果现在把这个Warp关掉 没有插件是这样的声音 搁进去 这个就是像延迟一样的声音 如果你把它开大了以后呢 就感觉不到这种 一个一个的了 全都混在一起了 如果你把它放到一半的话 还是能感觉到一点点音头 它相当于是把你每一个 延迟出来的音的音头 给抹掉了 如果你开的越大的话 抹的就越平 以至于到最后 你就听起来像混响一样 feedback呢 很简单的理解 就是返回了多少次 幸好如何返回来 因为它每一个算法都不一样 所以它的feedback呢 不是一个特别容易 能够去判断的事情 因为有些模式下 它的延迟非常长 有些模式下 它的声音变得很多 所以它再放回到这个插件 再产生效果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会很夸张 或者很混乱 density呢 更像是diffusion的意思 如果你把density 关小了的话 延迟的声音就比较多 如果你开大的话 延迟的声音 慢慢就变成了混响 这个warp和density呢 是要一起用的 你基本上一起开大的时候呢 它们就会变得更失焦 听一下 现在是40 80 是这样一个效果 所以如果 换句话说呢 如果你想要延迟的声音的话 把这个warp关小 把density关小 如果你想要特别混乱的那种 混响的时间的话 你把这个可以开大一些 把density开大一些 再往后就是modulation 这个modulation和eq呢 就非常简单了 一个像合唱一样的声音 和一个像高低切的功能 最后我们要看的是 它这里面的模式 这个模式呢 我就不一个一个去讲了 老实讲 我也没有全都看 而且它里面的描述呢 其实有的时候挺苍白无力的 你得自己去听一下 到底是什么样的声音 才能感觉到 比如像这个Gemini 就是双子座 它里面很多都是星座的名字 或者是星云的名字吧 它的描述呢 是一个单独的回音 比较高的density 比较高的密度 听起来是最正常的 我们再随便找一个 比如咱们来找一个像Lyra Lyra就是天琴座 看不看胜都是 天琴座 胜都是 这个呢是single echoes 就是单独的 简单一些的这种回音 回响 简单一些的这种回音 low density 这给你感觉听起来 就是那种很没有力气 或者是比较的薄的那种感觉 跟这个Gemini 是正好相反的 咱们再看一个 大家知道的 Orion 就是猎户座 猎户座呢就是 比较快的启动时间 相对来说比较的 松散的回音 但是很快呢 就会变得非常的高密度 如果你把density 提高了的话 它会有更长的这种音位 所以我们一起来是听一听 这个声音 我把mix算成100% 你只听到它出来的声音 相比刚才的Lyra 再相比 Gemini 每一个都不一样 我就不说每一个都是什么 因为我也记不住 太多太多的模式了 我的建议呢是两种 一种是你自己就去 靠着听就好了 看看哪个声音 你觉得好像对 另外一种呢 你就用它的预设 比如说 你想用echo的话呢 就在echo里面去找一个 或者是想用reverb 混响的话 large reverb 我们找一个hydro hub 或者是换一个 它里面有很多的预设 你可以去看 像甚至像modulation 之类的 如果你就想要一个flanging的 香边吧 就这样的声音 所以你不用一定去了解 所有的模式 你就找一个预设 我做这个的时候 我就找预设 然后直接放上去 觉得哪个好听 我就用哪个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 最简单使用这个的方法 总之呢 这东西可以给你 非常夸张的声音 如果你是做那种 特别迷幻的 或者是做一些什么 音效之类的 是相当不错的 而且关键是免费 相当复杂 而且相当有个性 这么一个插件 完全免费下载 所以你有机会的话 一定去下一个 自己试一试 看看能不能用得到 好吧 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支持 别忘了订阅频道 咱们下次再见 好好学习 天天赏 拜拜